你這個算打工嗎? 這個算,自己賺錢就對了 幫媽媽回家 可以幫我算一算嗎?看這邊多少錢 全部全部 那隻魚很大條,然後看起來不便宜 你說那天給你拿回去的魚 現在的魚很貴 現在的魚比較貴 我阿嬤說好吃 因為我那個貴手,我說這是一個大魚的叔叔給我的 剛才有幫我買,我才這麼大回家 妹妹,我問你喔 這個價格是怎麼算? 這個價錢就好 然後是要學的上面 學的上面 你這個算打工嗎? 自己賺錢就對了 幫媽媽回家 所以剩媽媽在養美? 還有誰? 都沒有 可以幫我算一算嗎? 看這邊多少錢 全部全部 趕快來 來這邊算 那隻魚很大 那次 那隻魚很大條,然後看起來不便宜 你說那天給你拿回去的魚? 這個魚很貴 現在魚比較貴 而且阿嬤,阿嬤說早吃 所以 阿嬤我那個對手,我說這是一個派魚的叔叔給我的 然後他有幫我買,我才能夠拿回家 那個時候有拍到那個影片,說你禮拜二跟禮拜十 有在這邊花園夜市 這禮拜有四天 比較好的時候就做四天,生意比較好 如果有一天很爛的話,我禮拜日就還沒來 很爛喔 上個禮拜五是都沒有賣到錢 蛤,為什麼都沒有賣到錢 我也不知道,上個禮拜日我就又來花園 你為什麼會想要這樣買個餅乾做個生意? 因為 想說 就幫媽媽賣一點東西 自己覺得說你可以幫忙賣東西,然後賺一點錢 分擔他們就對了 所以不是媽媽說 媽媽也不用一直困擾那個錢 那個薪水很少 我小四年級開始就賣了,然後是那時候在五層夜市而已 喔是喔 然後後來就沒有去五層夜市 我就在花園夜市跟小妹夜市賣 你不會去羨慕有的同學可以在家休息還是可以玩手機 沒有用 羨慕沒有用 為什麼 每個家庭經濟又不一樣 很小的時候就自己做事情,自己洗衣服洗碗 小時候一天那個零用錢跟早餐錢十塊錢 真的不會羨慕同學都可以出去玩啊 你會不會擔心說被同學認出嗎 沒關係啊 沒關係 我又沒有住手 所以你的想法就是說扣自己這樣出來賺一點錢 很刺激 你為甚麼 你這麼會逃避 你太遠了 你這麼會逃避 你這後就要行 你時間到數字 我先來到了 你還要來 你這樣說 你不想找一下 你嗎 你在哪兒 你還要去pi 你可以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